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一封信也沒有提起 剛剛說關鍵詞是兩封信 到底是怎麼回事 喬漢娜 因為她管家的薩比莎 跟她的朋友伊迪是補鞋店的女兒 她的爸爸肯布羅德來看薩比莎 所以他們就三個人要去看博覽會 禮貌上就邀了喬漢娜去 去的過程當中 肯布羅德寫了一封很客套的信說 謝謝你照顧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沒有母親 如果沒有你這樣的角色 那她覺得這個女兒可能就會學壞或是什麼 於是喬漢娜就回了一封信 夾在這個薩比莎的回信裡面 當她要去寄信的時候 這個鞋店的女兒伊迪斯 是一個全科都得滿分的天才 然後她非常的不能接受 為什麼那個奇蠢無比的薩比莎 卻擁有鎮上最傳統 最有聲望的身分跟家族 然後她更重要的是 為什麼她長出了胸部 我沒有胸部 為什麼 她覺得太不公平了 伊迪斯她只是一個補鞋店的女兒 因此她就慫恿 薩比莎說 我們來看看喬漢娜寫的什麼 當他們用那個蒸氣把信封拆開之後 看到喬漢娜寫的信之後 喬漢娜寫說她母親懷了她 因為要結婚不得不把她拋棄 然後她五歲的時候進入了孤兒院 11歲去農場當女工 然後在15、16歲的時候 被工廠的老阿嬤看中 讓她去照顧她 她陪了這個老阿嬤12年 照顧到這個老阿嬤塔列特太太 照顧到她96歲過世為止 她是塔列特老太太 是她唯一的朋友 而她對塔列特太太充滿了這樣子的愛 塔列特太太過世之後 把她的大衣留給了她 所以她身上的那個大衣跟衣物 是那個老太太留給她的 她寫了這個過程 沒有寫大衣的詩 她寫了她的生平 於是乎伊迪斯就捏造了一封信 用打字的 捏造了一封肯布羅的信 把喬漢娜摧捧的極度的得體 你知道伊迪斯是個厲害的 她是個天才 她是語文科是得很高分的 請你們小心 這種語文科會寫作文的人 OK 她捏造了一封信 肯寫給她的回信 結果 喬漢娜就回了一封熱情 又壓抑又說 我會永遠當你的朋友 我這個朋友是不會離開你的 這種信 結果伊迪斯一看 大驚失色 因為那信的一開頭說 收到你的回信 我感到內心由衷了吧 所以她做的事情就是 把那封信撕掉沖進馬桶 然後呢 後來又捏造一封肯給她的回信 於是喬漢娜做了什麼事 就是故事一開始的去送家具 她要把家具送到肯所呆的一個更加的荒涼的西部的小鎮 肯因為支氣管炎在那裡被困住了 所以喬漢娜就留了一封信給麥考利先生 麥考利先生是整個政的傳統的象徵 是一個道德最高的標準 她最大的 對這個政最大的貢獻就是 把所有政的嚴格歷史 對所有外來的人 好好的闡述跟保留 所以這個麥考利先生 看到這一封留言 她覺得她深受背叛 一如她被她的女兒米歇爾 跟肯布羅德背叛一樣 因為她的女兒 私奔了跟這個肯布羅德 然後肯布羅德跟她借了很多很多的錢 到現在借了一千多塊只還了五十塊 然後居然她的女管家 也被那個花言巧語的空軍 因為肯布羅德以前是空軍 而在以前的小鎮上面 做空軍就是一種掛保證 所以她又被背叛了 麥考利先生原來是一個 彬彬有理的紳士 可是她遭逢這個巨變之後 她到鎮上每一個人她都去講 她的兩個朋友其中有一個 她鎮上只有兩個朋友 其中有一個就是補鞋店的赫曼 她去跟赫曼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伊迪斯在旁邊聽到 她聽到了喬漢娜即將要去投奔肯布羅德 她真的去投奔她 她說肯比她預想的更誇張一些 什麼誇張一些 因為那個鎮店根本毫無價值可言 然後肯病得一塌糊塗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她一如照顧塔列特老太太 搬著照顧了肯布羅德 所以肯布羅德比她想像中的恢復的快 很快就復原了 她決定處理肯那個旅店的所有的財產 她建議肯要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而肯這個時候她做過太多的荒唐事 那她奄奄一息病在那裡的時候 這麼醜的天使降臨到她的房間裡面 儘管醜但是她是個天使 所以呢何況她又檢查 她有一次起來上廁所 檢查了她的錢包 發現了她的存折有 塔列特老太太留給她的錢 不管怎麼樣她是個有資產的女人 所以她決定她要洗心革面 接受喬漢娜 所以我就說這沒有什麼甜美的故事 我一點都沒有覺得要好 然後喬漢娜的立場是什麼呢 她覺得雖然她很誇張 不過她相信她這個人 沒有什麼是她不能掌控的 她可以掌控她 OK 所以呢接下來 是伊迪斯的 她每天極度的忐忑很害怕 她畢竟才十二三歲 她很擔心她的罪行被揭露 她使得麥考利先生到處去哭訴 已經完全沒有體面的去小鎮上面哭訴 這一件醜陋的醜聞 所以呢 所以她最後的時候她因為害怕到 她又自我鼓勵說 也許這件事情不會被揭穿 然後又說就算被揭穿 那在她偉大的人生代辦事項中 到底有哪一條提到 她要對世界上一個名叫奧馬的人負有責任 這有點見小丁丁想起 就是粉嫩她就硬要凹到底 誰是愛馬 就是這件事情過了兩年之後 麥考利先生過世了 於是乎大家都來奔上 其中來奔上的有肯布羅德跟喬漢娜 以及他們的女兒奧馬 大逆轉 也就是說伊迪斯害怕了兩三年 然後這一件事情為什麼不被揭穿 她一方面又希望揭穿 一方面又害怕被揭穿 她懷著這樣子的來回擺盪的心 最後給自己硬均說她有大好的前程 她未來會是因為她是個天才 她全科都拿滿分 她以後會有一個偉大的人生道路 而她卻在她十二三歲的時候 有一個嚴重的污點 所以 可是她的體會 她要教拉丁文作業 大家都很痛苦 可是她媽媽在那邊睡念 因為她家有很多的家務 只有她能夠非常快速的寫出 她的拉丁文作業 而這句拉丁文作業叫做什麼 你不許問 我們不應該不應當先知道 你我未來的命運為如何 在這裡ending 這是夢若留給大家的提問 而且也留給這個故事的一個尾聲 看起來像是很開放式的結局 可是哪一個不是 我們今天講了 我們將要講三個女人 或四個女人的故事 第一個女人 她也不知道她未來的命運如何 她的命運跟她的愛情有關 然後呢 這個也是 喬漢娜的未來的命運 她根本不知道 她未來的命運 是被兩封捏造的信所左右的 我們到底應不應當知道 而我們不知道跟我們不揭穿 就是錯的嗎 有些事情需要揭穿嗎 然後那個害怕被揭穿的人 難道她不是促成了一樁美好的婚姻嗎 促成了一樁各有所圖的 即使是以利益為出發點的這樣的婚姻 而這樣的婚姻又有何不可呢 也許那才是真實的人生 我想這是夢若想要告訴我們的 讓我們再次舉杯吧 沒酒了嗎 進人生